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因此,决定步入婚姻就应该是谨慎的,深思熟虑的 换而言之,如果在一些条件尚未成熟的情况下,轻率地决定结婚,或许就有可能带来一些让人意外的结果 来说我们今天这件事 事件是从一次精心动作的抢救开始了 2015年10月28号中午,江西南朝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送来了一位情况相当危急的病人 而这名病人是一名大学生,是来自江西艺术大学的大四女生,名字叫林杰 到医院的时候,林杰已经昏迷不醒,人事不知 来的时候病情是比较危重的 就来的时候那种神志是危重的那种身分泌的状态 然后这个瞳孔也放大了 然后这个腹息也不是很好 根据医院检查呢,林杰目前的情况是脑部和心脏都在大量的收集 医院立即下达了病危通知书,并且表示呢,林杰需要立即做手术,保命 而与此同时呢,远在江西芬一县的林杰的父母得到消息之后,但是心急如焚 当林杰的妈妈赶到医院的时候呢,林杰已经在老师和朋友的互动之下进了手术室 除了焦急的等待,这边母亲呢更想知道的是女儿究竟发生了什么 怎么会出现这么危险的情况呢 林杰的妈妈从老师那里得知,林杰呢是在食堂吃饭的时候突然晕倒的 并没有发生任何意外,那么林杰到底是什么病呢 六个小时之后,手术室的门终于被打开了,林杰被推了出来 林杰说呢,林杰非常幸运,手术成功,命算是保住了 同时呢,医生也告诉林杰的妈妈,林杰呢被确诊时 患上了一种比较罕见的先天性疾病,先天脑部动脉畸形 就是这个大脑的一种,它动机们发育异常嘛,先天性异常嘛 动机们一些畸形嘛 一听说是这么重的病,再看看被救回来的女儿,林杰的母亲是异常欣慰 与此同时呢,她看到另一名急匆匆赶到的小伙子竟然在旁边激动得失声痛哭 这小伙子是谁呢?林杰的妈妈认识,她叫王晓,是林杰的男朋友 林杰的妈妈就介绍了,王晓也是分一线人 五年前呢,也就是林杰读高三的时候,他们恋爱了,过不久呢 林杰的父母就知道了这段恋情,之后他们是极力的反对 林杰母亲的心情也不难理解,自个儿的女儿是大学生,王晓只是初中毕业 学历上的差距很容易带来思维的不同,林杰的父母就担心了这俩人以后会谈不到一块去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林杰和王晓的恋情呢,渐渐就转到了地下 基本不敢让父母知道了,直到这次,林杰突然生病 林杰的妈妈这才知道,两个人压根就还没断呢 但也正是这次意外,居然让林杰和王晓的这段恋情产生了一个全新的契机 怎么了呢,就说林杰从手术室出来之后吧 那天呢,王晓是彻夜相陪,十分体贴 第二天,王晓就表示了自己刚开了一家小饭馆,也不好天天关门 没办法,得回分宜了 但是在林走的时候呢,他给了林杰母亲三千块钱 说是知道林杰家的这个条件不怎么好,他愿意尽自己的一份力 而再之后呢,他的表现就更是让林杰的父母惊讶了 他天天打电话,每天都打几个电话,问林杰现在状况怎么样,每天都打 可即使是打电话,王晓还是表示不太放心 没过几天,他又来到医院,并且再次带来了两千块钱 之后呢,林杰脱离了危险,从重症江湖市转到了普通病房 王晓呢,就一直保持着每个星期来看林杰一次的习惯 王晓做的这一切呢,让林杰的父母的看法就渐渐改变了 我说有这么好多男孩子,我说蛮少见的,我当时就跟我老公讲 我说你看,你还说不同意,我说你看不是蛮好 就这样,林杰父母和王晓的关系缓和了 甚至他们看王晓都有点像看女婿的感觉了 现在就等着林杰醒过来,那就结大欢喜了 更让林杰父母没想到的是,术后一个多月,林杰呢还真就醒了 他们也赶紧把这个好消息告诉给了王晓 王晓一听呢,也高兴啊,立马就赶到了医院 但是接下来呢,一切却是急转直下 因为他们共同发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情况 那就是林杰好像不能动了,也不能说话 意识呢,也不怎么清楚 一问医生就才知道,林杰产生了比较严重的后遗症 当时林杰转过来的时候是一个右侧肢体活动障碍 没有,基本没什么功能 然后也坐不稳 然后眼语方面没有,没有眼语功能障碍 还有一些重度的认识功能障碍 基本没法配合 这样的打击让林杰的父母或者王晓的都觉得有点难以承受 林杰才23岁,难道以后的人生就只能这样度过吗? 这太残忍了呀 幸好林杰的父母还是比较坚强的 他们决定无论如何都要帮林杰把病给治好 接下来的日子,他们把林杰转到了医院的康复科,开始复健 每天我老婆帮他手我脚我搓了,每天都要搓 我老婆就是除了吃饭的时间 就是24个小时,就是每天除了吃饭 睡觉,放一下我睡觉 他放汗睡一下,每天都是这样的 日日复一日的坚持,他们换来了林杰的好转 从最开始的不能做,到后来林杰已经能够自己做住了 甚至都能简单的点头摇头表达意思 但是突然呢,林杰的父母发现王晓的是越来越少了 钱呢,也没再支援过一分 不过他们转眼一想呢,也能理解王晓 女儿如今这样了,或许小伙子有点不愿意交往 我说现在没办法了,人家不同意你也没办法 因为我们女儿生病了,我还这样讲 我说我们也凭着良心说话,是吧 如果事情仅仅是这样,林杰的父母表示 那还是可以理解的,毕竟只是年轻的男女朋友 彼此又没什么约定,又怎么好强迫人家呢 但是他们怎么都没想到,就在这个时候啊 他们得到了一个犹如晴天霹雳一般的消息 这王晓其实根本就不是女儿的男朋友 那是什么呢 她说阿姨,她说,你知不知道我,你女儿结婚呢 要来啊,林杰的一个好朋友特意给林杰的妈妈打来电话 说的就是王晓的身份 她告诉林杰的妈妈,其实早在一年前 林杰就跟王晓已经领了结婚证了 这王晓啊,她早就是林杰的丈夫了 我的天啊,我真的不相信 这个消息可把林杰父母急得不行 你想啊,女儿结婚了,自个儿却什么都不知道 怎么会有这样的道理呢 可是女儿基本上是没办法沟通了 所以林杰父母立马就拨通了王晓的电话 他们不能理解女儿出世后的这几个月 王晓为什么从来没有说起过这件事 他为什么要隐瞒自个儿丈夫的身份呢 而王晓呢,在电话里是这么说的 他父母听到了我跟他打结婚 他说他的女儿不听话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再加上他女儿做这么大的事情 他爸妈心里是更沉重的压力啊 我就是怕他父母承受不起 我跟他这样一讲 看王晓所说嘛 似乎是怕刺激到林杰的父母 这才好心隐瞒 继续装作男友 但是这样的说法就根本得不到林杰父母的认同 为什么呢 还记得吗 林杰的妈妈说过 当时林杰生病期间 王晓每个星期都来看望林杰 并且还拿过5000块钱 这样的举动呢 之前在林杰父母眼里是有情有义的表现 可如今呢 王晓的身份一变 变成丈夫了 林杰父母再回头看这件事 就觉得王晓其实是太过分了 他一天打电话 慢慢的就是 差不多十十多天 几天来一次看看 来看都是来了 就是半个小时看了 他就是下午就马上就回来 看了一下 林杰的妈妈表示 如果是男友来看看就走 那还是说得过去的 可事实上你是一个丈夫 妻子躺在病床上昏迷 你没有给他洗过一次脸 翻过一次身 更没有日日夜夜的陪护过 这能算是尽到了一个丈夫的责任吗 还有一点 那就是医药费 林杰父母说 这段时间以来 他们可以说是千辛万苦 孩子我倒去接钱 我哭得不得了 问亲戚朋友接 接得不得了 每天我都哭 我签在这个医院签账 签了七八万 林杰的妈妈就说了 在这么艰难的时刻 幸好是他们拨打了 当地新渔市市长热线之后 得到了市长 以及省民政厅的关注 发放了特别救助 再加上林杰的同学和老师 自发的在学校 为林杰组织了捐款 这才缓过来 我们也尽了一些微博之力 希望能够帮助林杰同学 早日摆脱这个 困境 也希望能够给家庭 带来一点点微博的帮助 林杰的父母觉得 不相识的人尚且能够这样帮助林杰 可是反过来看王小呢 作为林杰的丈夫 一个在法律上与林杰关系最亲密的人 却只送过来五千块钱 随后对医药费是不闻不问 这真有点让人寒心 可是接下来呢 林杰父母却对王小更失望了 因为自打他们知道了 王小的真实身份之后 王小就再也没有出现过 甚至连电话都不接 这下嘛 林杰的父母真是又急又气 王小这是要撂条子 但是更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 王小后来的做法 那可真叫他们傻眼 那个王小到底做了啥没 林杰这段被隐瞒的婚姻 又将有怎样的未来呢 刚才我们说到23岁的大四女学生 林杰突发疾病 手术之后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 不能动的 也不能说话 甚至神志呢 都不是特别清醒 而就在这个时候 林杰的父母却惊讶地发现 林杰居然瞒着他们 早在一年前就偷偷地跟男友王小结婚了 这个时候林杰父母再看王小呢 就觉得女儿生命之后 王小太不负责任了 简直就不像个丈夫 甚至到最后 王小逃避了 再也不来看望林杰了 王小到底是怎么打算的呢 不妨来听听王小自个是怎么说的 王小呢目前是在江西分仪县呢 开了一家小饭馆 对于妻子林杰呢 王小一再表示 他们之间的感情还是很深大 据王小说呢 五年前林杰还在上高三的时候 他们通过网络聊天认识了 之后呢发现是老乡 就见了面 随后就确定了恋爱关系 而这次林杰生了这么重的病 王小说自个是相当痛苦 也相当担心 我不能做什么了 我就是说 我真的我 我天天守着他那里 我就是说希望能他能好 听王小说了这么多 那照他的说法 他对林杰应该是感情很深厚的 怎么后来就不去医院 看望林杰了呢 这其中有什么原因吗 关于这一点 王小是这么说的 已经到这个地步 我跟他也是 我们也沟通不起来 也就是说没有了 现在是感情是 就是越来越浅了 这话呢 王小已经说的很明白了 他以前跟林杰感情好 那是建立在能沟通的基础上的 可现在呢 林杰不但不能动 连说话都不能说了 沟通就等于是断了呀 这样的感情还怎么继续的下去呢 这话可把林杰复古给气得不轻 什么叫夫妻本事 同龄鸟大难淋头各自飞呀 原本他们以为这话太偏颇 可现在从王小身上 却是活生生地印证了这句话 接下来呢 林杰父母决心要为女儿讨个公道 刚开始他们怎么骂我们 说我们 我们都没 没说一句话 他还怎么说我们 说我们 怎么没良心 没良心 我们都忍到了 没说什么话 后来他就直接躺在我们家店门口 对于林杰妈妈的做法 王小一下子就哄了 我说我没这种能力 你要我五万十万 我拿不出来 能有什么办呢 是吧 你说一百万也没用啊 我拿不出来 有什么用啊 与此同时 得知了这一切的王小的父母 同样表示 林杰这儿媳妇 他们肯定是不会认的 我们那个夫妻 没上门 他就是两个女儿 拿一个进 没上门 没出酒席 没办酒席 结果是来了 他住的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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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说 不应该他承担 我就是这样 他没嫁给我 他没嫁给我家来 是吧 是到他家得的病 是吧 本来就是说 本来就是 他妈妈承担什么 看了王小 以及他家人这样的态度 林杰父母表示 真的是太寒心了 对方一直在说 钱钱钱 可是他们需要的 并不只是钱 还有钱背后的那份责任与担当 你现在你老公的责任没有 我现在的义务没有 但是让林杰父母没有想到的是 就在林杰生命八个月之后 也就是2016年六月 他们得到法院的通知 王小向分音县人民法院提起了起诉 要求与林杰离婚 而对于这个决定 王小居然是为自个儿叫起了伟子 我反正我就觉得 我的命分的真的很苦很苦 我才刚二十五岁吧 我就碰到这么多事情 人家在这个时候的时候 都是别人养着 家里条件好的意思 就是父母养着 还要自己的儿子出去干活了 我就是凭我自己的努力 我以我自己努力了 人上的老年还是对我不顾名 听了王小的这段话 不知道您是什么感受 应当说是不太妥当的 二十五岁 其实李当时正奋斗的年纪 也到了应当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的人生阶段了 既然你选择了婚姻 那就意味着你愿意跟他携手一生 打结婚证的时候 在民政局都会被要求送读一段结婚誓词 其中有一句就是 无论顺境与逆境 无论健康还是疾病 我们都风与同舟 患难与共 同甘共苦 成为终生的伴侣 可是王小不知道 他是不是还记得 自己曾经说过的这句誓言呢 不论王小是不是还记得 但显然林杰还牢牢的记着 王小是自己的丈夫 经过一年的康复 林杰有了一些好转 能够进行简单的沟通了 所以当他知道王小 要跟自己离婚的时候 这个仍然在受病痛 折磨的女孩呢 相当伤心 你觉得你病了之后 他对你还好不好 那你现在 他要离婚的话 你愿意离吗 他要是赔钱 你愿意接受吗 也不接受 你不想跟他离婚反正 在王小提出离婚的两个月之后 2016年8月30号 是林杰的生日 林杰提前几天就说好了 他不想要其他的生日礼物 只希望王小能够在生日这一天 来看看他 当王小知道林杰的心愿之后呢 他显得有些纠结 时间来到林杰生日这一天 让大家没有想到的是 王小还是来了 只是一到林杰家 王小就忍不住 跟林杰的妈妈吵了起来 尽管林杰不能言语 也不能动弹 但林杰的思维是正常的 情感也与王 没什么两样 所以他看着面前 他生命当中 对挚爱的两个人 就这样争吵 他突然就哭了 但他不听不吭了 他有些人会尽管它 他不吭啥爱的 警察在想要说 我说太多了 他不听不吭这种 你有一点 你一部分喝下手 我一部分喝下手 你一部分喝下手 你一部分喝下手 几点一部分喝下两部分喝下 你不是一年两年 是吗 我是 我是蛮傻的 一大一大 看来尽管林杰哭了 却仍然没有动摇王晓的决定 但是让人意外的是 林杰呢 却赶紧拿个画本 他努力地开始写字 一点 一点 什么 一点 一年啊 我再等你一年 我再等你一年 如果一样 还是跟我讲 感觉真的是 不能怪我 林杰希望王晓 还能够给他一年的时间 他说自己会努力地复健 会让自己配得上王晓 本来想象林杰是抱着 怎样的一份心 说出了这个祈求的 或许是林杰的情绪也感染了王晓 王晓 足以答应 愿意再等一年 我会等你 你今天你等我 我等你 我会等 可以吧 我总是 我还是活不得你 你要是吗 嗯 再谈死 感冒了 完了 王晓是 王晓兄 王晓对你好啊 虽然只是短短一年 但是对于林杰来说呢 他似乎已经很满足了 他对王晓要求不高 仅仅如此 他就觉得自己终于又重新拥有了希望 如果事情真的如林杰所想的那样呢 或许还算是让我们对这段感情有了一丝丝的欣慰 嗯 可是呢别忘了 那头王晓还在起诉离婚呢 当法官问王晓是不是要撤诉的时候 他却拒绝了 撤诉问题是撤诉是我家里是不肯 我父母是已经是不肯 并且王晓最终表示 到底是不是等林杰还要看林杰的恢复状况再定 就是说如果是他恢复的好的话 我肯定跟他在一起啊 是吧 如果是如果是恢复如果是恢复不起来 也我们也丧失了高通的能力 他也不能跟我面对面讲话也不能怎么样 就是说我们夫妻之间也没质量啊 你说是吗 看来王晓的等待是有条件的 再回过头来看看他的全部的所作所为 不难发现他的爱他的婚姻都是有条件的 如果没有达到他的条件 他就要反悔就要抽身而退 当然了我们也不能过于批评他的做法 毕竟深陷这样的困境 将要面对的又是一个需要他长期照顾 甚至有可能要终生照顾的妻子 他的选择不过是现实一些 自私一些罢了 但是当我们再去想一想王晓所做的一切呢 却让我们不仅唏嘘 所谓爱情不过如此了吗 既然还没有做好承担的准备 又为什么要选择盲目的进入婚姻呢 王晓或许当初并没有认知到婚姻代表的不仅仅是爱情 还有责任与义务 也正是基于这个道理 2016年9月18号分一线法院呢下达了判决 考虑到林杰目前的状况 驳回了王晓的离婚请求 这样的结果呢或许会让王晓懊恼 甚至愤愤不平 但是也是时候让他明白婚姻的真正含义了 而另一边呢林杰的父母也决定要起诉王晓 要求王晓作为丈夫每月支付林杰的抚养费 王晓与林杰这一对年轻人呢 当初贸然做出了结婚的决定 但目前来看呢却没有太好的结局 这一切真的像王晓说的那样 要怨怪上天不公吗 承认遇到疾病是不幸 但是生活当中多少都有一些坎坷与艰难 或大或小而已 但如果你没有一颗坚定的心 没有一副勇于承担的肩膀 即使是小灾也有可能变成大难 反之如果你能风雨同舟不离不弃 那就算是大事也一定能够扛过去 好各位观众非常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传奇故事 如果在您身边有什么新闻发生的话 欢迎您通过屏幕上的联络方式告诉给我们 好我们大家一起来关注 好各位观众再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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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